祝福 这个礼物 不太快乐 让我那个凶 当下那个觉得不快乐 隔着口罩都还是能感受到 神情有点小失望 住在新北板桥的家庭主妇 许小姐母亲节里长送的礼物 今年竟然是难用领带 领带 领带我们好像不太适合吧 有没有人要就送它 不然最后就是 可能就是送那个就医回收箱了 因为这个东西 一度以为是不是搞错对象 但许小姐老公也觉得花色 有点老气 所以拆开给小朋友当玩具玩 事后将礼物po上网 也引发热烈回响 网友纷纷留言 是去年父亲节没送完的吗 又有人缓夹 附带母职OK啦 蛮多网友脑洞很大 说拿来绑老公 拿来教小孩的嘴巴封住 叫他不要吵妈妈 我老公说无聊 实际询问当事里长才知道 原来今年母亲节 里长特别送的是 湿纸巾外甲领带 我亲家说有一些领带放在那边 不晓得要怎么处理 要还是拿回来送礼品 里长美艺先起讨论 不过母亲节将至送礼物 热门选项康乃馨 原本每一把要85元 现在一把价格直接飙到126.5元 农粮署表示是因为 育苗期发芽发根率不佳 产量减少两成才会变贵 但离母亲节还有几天 能好好考虑要送什么 但不管怎么样 心意到位 妈妈们能感受到 才最重要 三千轩王晨艺 下方名 一声 点几天